毛主席为新中国牺牲了太多家人 因此每当家里天丁尽口 主席都极为高兴 1962年李敏诞下了毛主席的第一个外孙 主席得知后第一时间前去看网 没想到刚进门 李敏就给他出了个难题 让他给孩子取名 要知道主席博览群书 取名根本不在话下 然而文听此话 他却略显为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主席见到外孙的第一眼 便忍不住称赞道 小家伙生得漂亮 宽额头有灵气 他叫什么名字啊 可李敏却说道 还没起名字呢 我一早就打算请您来给取一个 可面对女儿的要求 主席却略显为难的说道 这样怕是不好吧 这孩子你公公婆婆还没见呢 在名字上也没发言 我这个外公霸道的先取 回头呀 从周怕是会埋怨我哟 见父亲有顾虑 李敏赶忙解释道 爸 家里早就商量好了 一致决定由您来取 不过我公公倒是有个要求 孔丛舟提了什么要求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毛主席给外孙取名 亲家公孔丛舟 却向他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 孩子的名字既要好听 又要寓意好 第二 名字中还不能用 虎镖 杨柳 松柏 这样的中国传统单字 不然就太俗了 主席听后打句道 亲家公啊 这个要求可不低 这不摆明了我好看吗 不过这点小要求 怎能难倒主席呢 主席看着怀中的婴儿 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脱口而出 我的老师是马克思和列宁 宁又有安静宁静的意思 他既是我毛泽东的外孙 也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干脆就叫做孔继宁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黎敏默默念着孔继宁三个字 之后对主席说道 爸爸这个名字好 就叫孔继宁 见到女儿高兴 主席也高兴的 亲了心怀中的宝宝道 孔继宁啊 你以后一定要继承 我们的革命事业 将国家建设的和谐美好 繁荣昌盛 那么长大后的孔继宁 有没有如毛主席期盼的那样 为国家做出贡献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顶着毛主席外孙的光环 孔继宁从出生就备受瞩目 然而他从小就被家里人教育 不要凭借着这个特殊身份 去寻求什么特殊待遇 从小他便勤奋好学 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并在毕业后 去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 期间因为表现优异 他还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 和英国使馆担任助理 后来由于母亲身体原因 孔继宁回到了北京 之后他一边照顾母亲 一边在商海打拼 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一番天地 然而有了钱的他 并没有唯利是图 而是和母亲一起创办了 民族精神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 宣传外公的精神思想 之后他又将所有精力 投入到了青少年发展当中 成立了东方昆仑公益基金 还投资建设了一个 提升贫困地区医疗条件的工程 孔继宁一生都在弘扬外公的精神 尽自己所能的回报社会 实在是令人敬佩不已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请不吝点赞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